大家好,我是何一 上期说到男主和剑龙消灭道士 这些几人刚到棚来就遇到天仙 随手一指就将牧人给斩首 名为牡丹的天仙称赞他们 因为这是千年来第一次有人类来到这里 女人意识到不妙立刻逃跑 下一秒就被抓着头发瞬间控制 这些拔刀让牡丹放人 断头的牧人说眼前的家伙就是天仙 留下一言希望灵魂能被照到棚来 没想到牡丹却说全部都是骗人的 只是为了维护岛上的秩序才编出来 牡人和村民不过是实验中的试作品 至于来到岛上的人类就是研究素材 牡丹控制僵尸抱着女人 解释这些僵尸都是用人类做成的 只不过人类本来的用处是做成的 也就是仙药 没想到牡丹竟然说这里并没有他们口中的仙药 因为丹对于天仙是不可或缺 但人类若喝下就会竖话 没有仙药让泽切立刻想到男主 因为这样他就无法拿到赦面状和妻子重聚 牡丹准备用几人来做实验 斩头才看到女人用了替身术 跳到后面丢出几把裤舞 再拔刀将牡丹给斩首 还以为这样就已经安全 就要赶紧先离开 看到左轻还愣着 女人知道是仙药的事情打击了她 鼓励现在该做的事先保命 只要还活着 一切都好说 几人前脚准备逃跑 牡丹的头就重新长出来 控制僵尸跳到女人上方 刺暴用酸液要将她干掉 索性她反应迅速及时躲开 牡丹察觉女人也能看到气 提出要教她如何掌握 小胖男掏出刀就要保护自己的罪人 在身后的左蟹察觉 她对女人有特殊感情 牡丹瞬间就出现在眼前 直接用气将她给打飞 女人准备要用忍术 小胖男将牡丹的右手砍断 没等她反应过来 将左手合脚给砍断 成功帮女人争取时间 喝下药物在体内代谢分泌出来 刚才喝下的是溶解性的蛇毒 往后一跳 用粘液将牡丹给包围 轻轻一拉用蛇毒把它给溶解 不断旋转破坏牡丹的上半身 这下让她更确信女人就是在拥挤 小胖男还以为 不让敌人生成眼睛就有胜算 牡丹听后不屑一笑 决定却不生眼睛来对付他们 没眼睛的牡丹轻松躲过攻击 无论剑速多快都能闪避 两人同时进攻也只是徒劳 牡丹抓着女人将小胖男给打飞 说不擅长用气的人类 终究只是凡人 是无法和天仙比较 面对如此可怕的对手 几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则切赶紧问牡人天仙的弱点 但他因为蓬莱的真相而沮丧 则切让他想想小梅振作起来 牡丹还在挑衅女人 就差点被则切几刀砍中 但牡丹看出他气的总量平平无奇 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没想到则切直接将刀扔出去刺进肚子 用力就将丹田给砍断 原来气势生于丹田流遍全身 最后再回到丹田 所以才会是弱点 没想到牡丹却没受到任何伤害 因为在场的人类都不擅长拥挤 所以根本无法将天仙杀死 只见左借深吸一口气 身上的气瞬间爆发 错不及防给牡丹来上一刀 虽然即使躲开却还是被砍伤 伤口也没有再生 左借已经能慢慢感受到牡丹的气 加上男主和巨人之前也用过气 所以他已经知道该如何干掉眼前的敌人 牡丹也猜到左借的气与自己相克 而且对他来说还要是剧毒 几人正准备配合 牡丹就用出仙术瞬间消失来到面前 识破这招的女人 限制着牡丹的动作 让左借赶紧动手 牡丹张嘴将左借给打飞 命令僵尸看掉女人 小胖男用衣物挡住视线 杀掉僵尸打掩护 牡丹剑撞咬断手臂发起攻击 女人借助小胖男躲避攻击 而左借身机会偷袭敌人 但他呼吸的间隔很长 加上牡丹能预判攻击 根本无法顺利砍中 女人在后面砍断右脚 再由小胖男砍断下半身 在挤人的配合下 将两条手臂给砍断 左借正准备了结敌人 没想到他竟然飞了起来 身体转化为女儿身 大量的气宛如暴雨般落下 几人只能被动躲避攻击 左借因为刚才的呼吸法 开始视线模糊 女人说现在放弃还太早 也分析出左借的气能克制牡丹 而且敌人是怪物并非生命 喝下粘液准备控制敌人 只见他将粘液射出拉着牡丹 完全不躲开硬生生吃下伤害 猛的一拉将牡丹给拽下来 让左借赶紧动刀 牡丹刚起身便回男儿身 就被小胖男从后面偷袭 还围着脖子控制着他 让左借稍微手下留情 无法动弹的牡丹被狠狠砍断丹田 狗吐鲜血就倒了下来 动都不动 左借赶紧去查看牡人的情况 所幸是他还活着 刚大战一番的左借已经开始疲倦 而且岛上还有另外六位天仙 仙药存不存在也是个问题 乐天派的女人却没丝毫担心 自顾自的欣赏眼前的金子 左借看出小胖男对女人有特别感情 这话让他瞬间害羞假慌张 表示羡慕女人那自由奔放的性格 毕竟自由二字与自己无缘 原来小胖男的梦想是成为画家 奈何家里的男孩必须成为处刑人 自己根本不喜欢动刀 也非常讨厌杀人 只能苦苦挣扎将杀人正当化 会那么熟知宗教也是因为如此 讽刺的是这种求索被视为勤奋 还让段位不断提升 最终只能放弃挣扎封闭内心 一味地完成不喜欢的任务 而女人在一开始就看透小胖男的内心 才让她不禁羡慕女人那自由的性格 对男主也有这种感觉的左借 安慰说能明白小胖男的心情 鼓励要想办法帮岛上的所有人脱困 干掉道士的几人还在想下一步要怎么办 男主走到小梅面前 问是不是有什么要帮忙的 想报答他两次的救命之恩 小梅正想开口 男主就猛流鼻血晕了过去 女人指着牡丹的尸体好奇 怎么开了那么多话 一条慢腾就突然朝他攻击 小胖男撞开他被慢腾刺中 整个人陷入了奇怪的画面 自己已经不想再动刀 女人就将这些头颅给踢飞 打开伞开心地跳起舞来 而自己只是默默在一旁 将这美丽的画面画起来 意识逐渐被花给粘领 现实的身体已经开了几朵花 出现在眼前的天仙开出大招 化为那令人绝望的巨大怪物 已经筋疲力尽的几人根本无法反抗 就在他们要被干掉的瞬间 师傅男用流利的刀法救下他们 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几人该如何对付眼前的怪物 小胖男又能否得救 请敬请期待下一集 我是何一 和我一起走进动漫的世界 请期待